接下来当然我们想要跟各位分享 Excel这边新增的一些功能 首先多了一个我觉得很棒很棒的功能 叫做建议图表 它不管你做什么 只要你选好资料之后呢 你只要点到建议图表 它就会把最常用 你最可能的图表给你 那当然前提是要针对你所选的资料 如果你选择了一些股市相关的资料 它这边就会给你股票图 这边它拆的还蛮不错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资料图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的建议图表 首先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枢纽分析好了 枢纽分析 假设说我今天我不知道枢纽分析 在哪里 可是我又想要去做枢纽分析 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边是不是要输入枢纽分析 对不对 我们就来玩玩看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看到枢纽分析 那我想你应该会选择枢纽分析表吧 然后接下来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分析 我这边我只是把区别两种情形 一种是你是一个专家 举例来说我的指导教授 他是他知道要做什么事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功能在哪里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举例来说好了 他就跟我讲说 你应该去把什么资料跟什么资料去做分析啊 那我绝对不会堵他一句话 那你告诉我功能在哪里 你的老板一定都知道 如果说假设我今天我在公司里面上班 我的老板从头到尾他只关注 你只要告诉我赚多少钱就好了 他根本就不用关心 你是怎么算出来 怎么计算出来的过程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说这样子的软体 给我的老板去使用 他就会很快就上手了 就是因为这个功能 好 接下来他总会知道说 那我这边我想要分析说 各产业别的销售情形怎么样 假设他想要看这件事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点确定 各产业 各产业的话 那我就勾产业别跟什么 跟这个总价 是不是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 枢纽分析表 这是不是枢纽分析表 他分析完毕之后呢 那我们当然要画图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 我知道了 当我们以前在介绍 一定就直接点枢纽分析图 对不对 我现在我要教的是什么 建议图表 建议图表其实就是 Essal 2016 他猜你可能希望呈现的统计图表 所以点选插入底下的建议图表 这边有非常多种 但是他预设是不是还是长条图 好 点选确定 你这样子的话 其实类似之前做出那个枢纽分析图的方法 只是我特别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一个使用 对于功能在哪里 不是很熟悉的人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了 但是他都做得到他想做的事 不知道苏纽分析表在哪里 无所谓了吗 做做看咯 然后接下来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尝试 游标落在这里面 尝试点插入底下的建议图表 这样你连苏纽分析图在哪里 你也不用知道了 可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插入图表 因为插入图表的第一个就是建议图表 为什么建议图表一定要特别教你呢 因为那都是电脑很直观猜你需要的